谢谢主持人 我是中国日报记者 我们关注到 在这个全球化这个大的背景之下 应该说跟很多国家一样 我们面临的安全问题是越来越复杂了 所以我们也需要制定一系列的安全法律 来构建我们国家的这个安全法律体系 其中最核心的是国家安全法 已经进行了初步的审议 其他的涉及安全的法律 也在加紧审议当中 比如说也是在2月份 我们对反恐怖主义法草案 进行了第二次审议 我查了一下 看网上这个数据是差不多有6000 还有一些法律 比如说对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 你也提到了 进行了初步的审议 我们要通过立法 使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的活动能够有法可依 一方面要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 让他们能够更好的发挥作用 另一方面也要有效管理 要能够维护国家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 谢谢 请继续提问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